本章节讲的是产品定位跟评估考量 那评估考量的重点是在合理性 那我们再提到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假设你找了一个代销公司要帮你卖房子 然后最终的结果 他留一大堆卖不掉的房子给你卖 那你就惨了 为什么 这是什么样的意思 除非你是完销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这一个房子这100户 或者这1500完全都交给代销卖 不然的话 如果说假设你现在跟他签订的合约 对不对 他帮你卖 他是按乘数提款 那你们会有限制一个最低条件 那如果说假设你跟他最低条件是六成 那1000户就是卖掉600户 然后剩下400户你自己卖 那重点是如果他留一大堆卖不掉的房子给你卖 那你本来你就不会卖了 不然你干嘛委托代销公司 代销公司本来就是他很会卖 他除了很会卖以外 他还会很快时间卖掉 你才会跟他签订契约 不然你干嘛跟他签 对不对 然后本来你就不会卖 然后最终他还留 假设1000户留400户最难卖的房子给你卖 那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你本来就不会卖 又最难卖的房子 你怎么有办法卖呢 所以我们基本上一个产品定位 如果定位的好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自销的问题 或者卖不出的问题 那在速度上就本身就会提前 然后再来你在考量的时候 如果你管理得当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假设必然你管理代销公司管理的非常得当 你条价做的好 你的价格设定的很好 就不会有那种说假设必义来讲 我一推案全部高楼层全部卖掉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定价过低 对不对 那如果一推案 所有低楼层卖的都只是成交是低楼层的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的价格太高 所以说你基本上你定的价格是漂亮与否 是在于说你能够很均衡的 就是这一栋跟那一栋看出来不会有很大差别 高楼层跟低楼层都有 都有人买 可能楼上层有买 中楼层有人买 下层有人买 对不对 但是基本条件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是条件差好卖的 一定要在前期全部卖掉 条件差的 我各位跟你讲条件差 关你各位试着想 如果说你本来这样防止条件差 那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比较低价的方式 用广告负的方式 因为它本身条件差 所以它的低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随着后期慢慢买气 慢慢累积的时候 那价格都已经调上来 如果说你还有一户 类似广告户的东西 你要去卖一个很高的价格 那你根本没有那个基础 如果说你高楼层 假设我们在卖的过程当中高楼层 景观view的部分 那价格都会慢慢跌上去 可是如果说你又没有景观 又是低楼层 又是边间看起来很齐形 也就是说基本上它不够方正 那这样的房子到你后期的时候 本来初期是30万在卖 可是到后期你可能飙到45万的时候 你还在这卖只有30万品质的房子 你怎么办法卖的出去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 其实代交公司也没那么神 他当然基本上他有很多经验法则 他今天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调价会调得好 那价格调得好 客户在选择的时候 他心里就会有哪捏度 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比例来讲 他如果说买低楼层跟买高楼层 这中间价差一半一半 也就是说大多数一半的人 可能是选择买高楼层 一半的人选择买低楼层 不会说他这个价格的这种差距 让所有百分之百的人都说 他们就直接讲说 大家也知道要买下面低楼层 如果以这个价格或者大家一致 我们讲重数 百分之八九十人认为 如果这样的一个价格接受 我当然是买顶楼 如果这种共识很容易形成的时候 那就代表说你的价差没有设计好 如果你没有价差没有设计好 很容易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销售额度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之下 你很可能高楼层全部都卖掉了 那时候全部刚开始的价格一定低 那请问你 你剩下后面的低楼层 你有办法冲高价吗 而且第二个 我们今天反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高楼的价格 他买的二十四十万 那低楼层的价格 要卖你五十万 你可以接受吗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时候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下面的问题 就是好卖的全部都卖掉了 然后缺也就是说代销商 他在没有干你百分之百玩销的时候 他可能中间调整过分 步骤就可以省略掉 他没有做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他价差没有设计好 而且他之后的调整也没有调整好 导致于说你好卖的都全部都卖掉 剩下一些不好卖的 到时候你建商自己要承受 然后再来他没有考虑到一个规律性 就是前期有一些广告户 就是一些比较条件差的 一定要在这之前就要先清掉 后期的话就高价物的话不断创新高 然后各位要记得一点 一个房子他低有低的理由 高有高的理由 就是价格高有高的理由 价格低有价格低的理由 所以说当你的本身的房子是低价条件 那价格一高的时候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低条件低价格 高条件高价位 对不对 那重点是只要是后期就一定是高价位 既然是后期高价位 你又是一个前面一个低条件的 就是说你又是四楼 或者说你剩下的那些都是底楼层的 而且会很吵的 你可以要卖的比景观户更高的价格 哪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重新再重新生斥一次 本来你如果你是建商的话 你就不会卖 然后代销商还留给你最难卖的房子 那你有办法卖吗 如果你已经有这种 这种有办法卖最高价最难看的房子的能力 你根本就不需要代销商 所以本章节讲的是 产品定位跟评估考量的重要性 请各位记得 评估考量的话 重点是在于合理性 我们讲的是合理性的部分 那当然细分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说 我们在楼层用途的合理性 或者公共设施的合理性 或者车户比的合理性 或者容积分配的合理性 还有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说 我们公司本身的面对环境的时候 假设比例来讲现在是不景气 或者说我们要追求的是快速完结 那我们该当又怎么样去做 才是一个合理的基准 然后再来其实市场可行性也是一种合理性 所以各位除了在产品定位的部分 说要定位基准 就是我其他章节所讲的四大要件以外 你的评估考量也必须针对逐项来修你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笑力的作者 谢谢